那在熟悉的一个基本灯光之后呢 接下来介绍三点打灯法 所谓的三点的基础打灯法呢 是我们3D里面最基础的打灯 例如说我们打一盏灯光 我们总不可能看到一个世界这么暗吧 除非它是整个在一个完全室内无光 只有一盏投射灯的状况下 才会出现这种阴影吧 因此呢我们首先来看 把这个SpotlightPillometer打开 把这个OverShort打勾 来看一下 到整个世界变亮 它不会因为你呢只有打一盏灯 然后呢旁边就会出现暗角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功能 然后再来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说我们在打灯的时候 不能出现这种阴影 我应该把这个阴影再拉高一点点 让它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应该说OK 不可能出现这种阴影 不相信你看你自己的桌上 有没有看到阴影它都是柔和的 如果在一个世界里面都有灯光的情况下 因此呢我们就利用最基础的三点打灯法 在利用打灯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另外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制作相机 利用Camera来看这个3D世界 所有的世界呢才会属于正常的状态 因此呢 同学在制作要Render的时候一定都要架摄影机来Render 一样我们先决定要看的角度 通常我们把焦点呢 就直接放在我们想要看的物件上面 然后呢到这边来 先把它拉高 到这个视窗来 这边按右键 转到Camera 变成Camera 然后呢调整一个角度 可以利用这个来调整 然后利用滑鼠中键 它是可以移动的 利用这个RuneIn RuneUp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 你现在想要看什么角度 那个摄影机呢 它现在我们先到Modify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43mm的 43mm的一个镜头 那我们当然有35厘米 或者是28厘米 甚至呢50厘米标准镜头 或者是85厘米 我们可以利用50厘米来看 到这边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Render一下 OK这就是我想看的角度 再稍微偏一点点 OK好 我们Clone一张 这张是我们待会要拿来做笔的 有了摄影机 有了基本主灯之后 接下来要打辅灯 辅灯呢 我们可以利用 一样 利用Target Spot 在我们想看大概这一边 你看我们灯光这样照过来嘛 我们要补这边的灯嘛 因为灯光这样照过来 你会看到这边应该是暗的嘛 对不对 因为这边会是亮的嘛 所以因此我们从这边这样打 任一个角度 大概一个角度 然后呢 把它拉高 通常这个焦点还是会对在我们的人头上面 然后一样把这个拉高 然后呢 到Modify来 这一盏灯呢 我们就不开阴影 可是在不开阴影的情况下 我们Render看看 你会看到 这里就像全亮了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打勾看看 OK这样很幻合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你现在分不出来主灯在哪边 从画面上看来 因为如果阴影在这 代表我们主灯应该是这样打下来的嘛 可是应该 这边应该是最亮嘛 可是你现在分不出来 这边跟这边谁亮嘛 因此呢 我们的辅助灯光呢 应该要比较暗 所以我们把它的 调整低一点 通常会是我们主灯的一半 甚至更少 再看一次 有没有这样 这样看 有没有觉得正常多了 我们可以分辨出来说 灯光是从这边打下来 然后它从这边来的 阴影会出现在这边 然后这边比较暗 然后当然这阴影就 不会黑黑的一团 然后再来 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之后呢 一样这Coloni章 代表在比对 第四点的打灯呢 就是打背灯 背灯的用意是 能让它整个轮廓 看起来更明显 所以一样 再来Target Spot 大概会从它背后打上来 会出现在我们的 想要看的 大概相对位置的角度 但是其实不太一定 还是要看你画面来决定 然后呢 把它拉高 一样把 打高 然后 一样把这个打勾 然后呢 你的这个 它通常是1.0 如果这里就会变成是 它的一半甚至更少 然后这一盏灯呢 会是它的一半 甚至更少 所以我们先试着调一半 试试看 0.25 我们来看画面这么正常 我们来看画面这么正常 其实事实上 它整个物件看起来又更立体了 我们来比对这一半 我们来比对这一半 我们看到画面又更鲜明 明暗又更清楚 更漂亮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三点打灯法 可以吗 那 试试看 好不好 你试试看 把你的灯光打成这样子 那阴影呢 不要让它黑黑一团 然后让它的轮廓 整个轮廓 看起来更明显 更好看 可以吗 试试看 这种三点打灯法 是很基础的 你一定要学会 因为所有的灯光 都是从这种三点打灯法 开始做起的 从你想要看的这个物件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